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 2新版本讲解之7.20的英雄改动篇 首先来看这一期节目的第一个英雄 夜魔 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当中的改动呢还是非常凶的 我个人感觉 首先他的飞行的这个技能改进了大招里面 你现在只要开启大招你就会保持一个持续的飞行状态 并且获取900的一个顺畅的视野范围 900的一个顺畅视野 那么这个900的顺畅视野还是很实在的 尤其是现在你可以飞30秒钟的时间 不管是几集你现在都可以飞30秒 那么飞30秒又有优秀的一个夜间的视野 再加上呢还可以利用自己新改的技能 伤残恐惧的这个沉默光环啊 注意它现在是一个沉默的光环效果 只要你一直在对方的身边 对方就一直放不出来技能 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对方是没有办法通过什么像这个莲花啊 像分身斧之类的去把这个沉默效果解掉 它如果想要脱离这个沉默的办法 要不然就是脱离这个夜魔的这个技能影响的 375的这个范围 当然在一晚上 如果你想跟一个飞起来的夜魔 却比这个腿长的话 我估计可能不太现实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只能通过BKB了 只能通过开BKB去解除掉这个一个沉默的效果 所以说夜魔这个版本呢 我个人感觉在对方没有BKB 或者是对方的一些酱油 没有钱去出BKB的情况下 这个家伙的贴脸的一个作战能力 比以前得到了一个质变 因为沉默这个效果变成一个光环 然后追着你不停的去A 你又不可能A得过他 作为一个酱油位 夜魔这个英雄的体格非常好 25级的情况下 裸体有将近2400的血量和13点护甲 也就意味着45%的一个物理减伤 所以夜魔这个英雄 我觉得未来是有一定市场的 他的A仗效果仍然保留了 那么只要你拿到A仗以后 在晚上大家可以看小地图 我的这个视野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A仗放下来 我们飞起来的视野也只有这么一小圈 但是拿到这个A仗以后 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半张地图的一个视野 所以说夜魔这个英雄 我感觉还是在比赛当中啊 未来可能可以看到他上场 主要是这个大招30秒的飞行 加900的视野范围 对于开团简直就是一个神技 甚至包括他的商场恐惧 这个强制对方开启BKB的一个沉默效果 好了 那么关于夜魔这个英雄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来看下一个英雄 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期节目的第二个英雄 由于第二个英雄 小强的改动非常小 所以我们只用很短的时间 小强这个版本 唯一的改动是将他大招里面 附带了一个破坏的效果 也就是说当对方在受到这个大招的影响的时候 他的被动是失效的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PA 这个换刺 这样的英雄 如果他被这个副手打到的话 也就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闪避 包括像龙骑被这个技能打掉的话 一段时间没有护甲等等 这个技能的一个作用 比以前更加的明显 而且副手这个技能 其实也确实应该加强了 以前他只有一个额外的伤害 不像早期小强这个英雄都是打中单的 那个时候依靠这个技能去游走 现在的这个小强 辅助位的小强 这个技能更多的是一个用来逛街的一个技能 所以说小强这个技能加强一下 确实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一个改动 好了 关于小强就说这么多 咱们直接去看下一个英雄 好的 终于是来到了这个版本之豆兵 用蓝胖子 这个英雄其实网上的这个说明也是蛮多的了 我们就在这里再还是再说一下吧 这个蓝胖子现在他的一个改动 就是他的多重施法这个技能的 最主要的改动 其他的小改动我们就不说了 最主要的一个改动是 他的多重施法这个技能 现在物品有效 所有的指向性 几乎几乎所有的指向性道具都是有效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的这个点金手 对吧 点金手这个东西已经被网上的人玩坏了 出爆机以后可以一下点好多人 然后包括还有像大根这个英雄也是一样的 那么只要触发了的话 他会去多点一个人 几倍暴击就是多点几个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特效 更准确的是几倍暴击就点几个人 就是这么一个特效 然后包括还有像虚灵刀其实也是有效的 这次第四没出 第二次出了 虚灵刀也是有效的 然后羊刀这个道具也是有效的 这个没出 比如这次一个羊刀他就触发了一个变好几个人的这么一个效果 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弹疼的 比如说风胀其实也是有效的 大家可以看到对方两个人都吹起来了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应用在什么呢 比如说你队友的一个谜团拉住了对方的四个人 然后这个时候你用一个风胀吹一下对方 爆击四倍 然后把对方四个人全都吹起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无数个这个举报 非常开心 其他的一些道具呢 比如说像这个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道具 也是可以得到 这个暴击的效果 就是推推 当然阿托斯也是可以的 阿托斯也是可以的 一下可以去缠绕对方好几个人 其实我觉得 蓝胖的这个暴击 使用阿托斯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阿托斯现在可以 第一个是可以打断TP 第二个呢 是他的属性非常好 第三个呢 是缠绕对方两秒钟的话 尤其是距离又比较远 我觉得是比较实用 就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道具要实用一些 那么还有就是推推这个道具 他其实也是可以继承的 但是呢 这个推推是仅限于 去推对方的时候可以继承 推自己的时候是不能继承的 大家注意 你推自己 无论你怎么推 他都是不会暴击的 然后你在推对方的时候 他是会暴击的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波没出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推了一个人 出了一个两倍暴击 然后这两个人就都被推跑了 都被推跑了 所以说蓝胖的这个大招 现在的改动呢 就是可以创造出来无数的玩法 但是友情提示大家一句 就是虽然好玩 但是蓝胖的这个英雄 自从改动了以后 他的胜率直线下降了 下降了特别特别特别多 主要是大家都拿这个英雄 开始胡玩 这个出个点筋 出个红杖 开始瞎玩 但实际的作战结果呢 就是都输了 都输了 好了 那么关于蓝胖的英雄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来看下一个英雄 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下一个英雄 全能骑士 那么这是这一期节目的 第四个英雄了吧 应该是 全能骑士在这个版本当中 改动的也是非常的无耻 那么可以说是我感觉 这个有到了一个 史诗级的加强 尽管他现在天国恩赐 这个技能 就是原先的魔免 原先的驱逐 也就是魔免的一个技能 现在改名叫做天国恩赐 并不是一个魔免技能了 但是首先他的这个效果 变成了一个强驱 也就是说他现在跟亚巴顿的 无光盾跟这个军团的强攻一样 是可以给队友去释放的 一个强驱散 同时他在满级的情况下 会给队友去提供一个 20点的生命恢复和 80点的状态抗性 这个80点的状态抗性 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这里可以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机阵 根本就定不住 根本就定不住 大概也就是晕了 零点几秒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波是没有 你看这个再没有了 这个天国恩赐以后 全晕的时间是这么久 那么加上天国恩赐以后的 全晕时间呢 就只有一瞬间 包括还有父王的满级猴也一样 满级猴在他加上天国恩赐以后 猴一嗓子基本上也是不疼不痒 马上就可以走了 所以说现在天国恩赐这个技能 我感觉是得到了一个 史诗级别的加强 尽管他现在并不是一个 没有磨免的效果 无法让队友去规避掉 对方的一个魔法技能 伤害和爆发 但是所增加的这个80%的抗性 实际上我感觉更加实在一点 而且这个80%的抗性 包括像面对对方的 比如说兽王的大呀 像这个霍兰之娩的拉呀 等等都是有效果的 而且把这个弱区改为强区 也等于是给队友去增加了一个解晕的技能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另外一个改为比较重要的改动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加血技能 以前大家都知道 在加上这个磨免以后 没有办法给队友加血 现在这个加血技能是可以给 这个磨免单位去加的了 这个也是一个增强 所以整体个人我个人感觉全能骑士 这个英雄还是得到了一个 我觉得是应用上面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而且更加的实惠 这个英雄 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 好了关于这个英雄的改动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咱们来看下一个英雄 那么再补充一点 关于全能骑士 这个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了 再补充一点 现在他的守护天使 这个技能的一个作用范围 比以前要大了很多 现在的作用范围是改到了 1200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现在全能骑士不一定非要站在 自己队友的一个阵型的正中间 才能让自己的队友 尽可能多的去覆盖到自己的大 基本上离战场不太远 都可以让自己的队友去吃到自己 这个守护天使一个技能 所以感觉还是比以前的 这个使用上面要更加的方便一些 好了 那么补充就补充这一个 我们来看下一个英雄黑鸟 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英雄 黑鸟 黑鸟这个英雄 在这个版本当中的改动 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动 首先奥数天球这个技能 现在改为了一个可以建设的一个伤害 注意 它的建设范围是175 但是注意的是 只有奥数天球这个技能 所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建设的 那么它的普通攻击是不建设的 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个版本当中 奥数天球这个技能 不再会对幻象造成一个额外的伤害了 以前黑鸟的奥数天球 基本上打到幻象身上是一下一个 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效果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点 那么第三个改动 就是它原先的回篮光环 现在被重作为了一个叫做横式的 这么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主动开启的 类似buff一样的存在 当你开启这个技能以后 你所有造成的技能伤害 都会对对方造成一个减速 这个减速的比例是一级12% 满级42%的一个效果 每一级增加10% 减速的持续时间是1.75秒 这个技能开启以后本身的持续时间是7秒钟 然后它的一个CD是18秒 在它的天赋里面 在它的天赋里面 是并没有对于这个新技能的一个加强 这个是让我比较费解的一点 因为实际上这个技能在游戏的前中期 可以会发现它很容易出现 让这个黑鸟拦回不上来的情况 而且这个技能建议大家最好是 蓝越多的时候开越好 因为黑鸟的这个奥数天球 这个技能本身是一个 依靠你自己的剩余蓝量去进行伤害 也就是说你伤害越高回的蓝越多 因为它是一个按照你伤害的百分比去回蓝 所以这个技能在蓝多的时候开启 会保证你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蓝量 保证你在初期的一波爆发 但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利用这个奥数天球打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实在是蓝不太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开启这个横式这个技能 发现这个蓝量已经吸不回来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可以开着这个技能直接扑一个 这样的话利用大招的伤害来给自己回蓝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黑鸟这个英雄的一个改版 当然这个技能除了吸蓝以外 减速的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只要你的攻速不是特别的低 那么基本上可以保证对方一个全程的减速 而且不光是这个 把球会减速 你的大招一样会产生一个减速的效果 所以黑鸟这个英雄 现在在这个团战当中的作用 和前期的一个追杀的能力 比以前相较来说的话 有强了不少 还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使用 而且据群里边一位 这个天梯排名很高的一个大佬 那么所实地测试 实地测试黑鸟这个英雄 现在确实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还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使用 好了 关于黑鸟这个英雄 这一期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又是五个英雄讲完 那么本期节目也就到这里 先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各位大佬打赏一波 咱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各位